同样是在这一道 这一道里头的寿生 这个现象又太暖石化了 不一样 你再仔细观察 特别是在现在 就是到人道来 人道来寿生 同 这是正常的寿台 出台 不正常的 现在有 有人工 受印 这是不正常 你想想破伏生产的 这都不正常 它不是自然的 都有过去生中的意义 这一生当中 都虽然同样到这一道来 它受身不一样 这是六叔 细舍 微细相 它受不尽 佛知道 那个时候 这个世间 无所谓 可恕 佛把这些事情 说得这么清楚 说到我们现在 都难以相信 就是以人道来说 这个神识就投胎 佛说 他投胎 在母亲 子宫里面 没切贴 是一个什么状况 佛都讲得清楚 好像佛 那个眼睛是透明的 看到了 他在母腹当中 慢慢的战成 第一个七天 是什么状况 第二个七天 是什么状况 第三个七天 一直到他出生 在太中 佛经行人为太狱 母亲喝一杯凉水 她就像在寒冰地狱 母亲喝一杯热茶 她就像在八月地狱 苦不堪一眼 这十个月下来 把前世的事情 忘得干干净净 这是佛在经上说的 而不是像中国 这个道教里面所讲的 这个投胎 在这个转轮王殿里面 喝了这个孟婆汤 孟婆汤 叫迷魂汤 把前世的事情都忘记了 不是 佛不是这样说法的 佛说法的时候 在现在科学来讲 非常合理 他是在太狱里头 非常非常痛苦 人经过很大的这个痛苦 会把前面的事情忘掉 那么还有一种人 夺胎的 这个也都是顺义一同 这种人是能够记得前世的事情 他在母亲受胎的时候 他没有受苦 为什么没有受苦呢 在母亲受胎就不是他 他在出生的时候 出生 他的神识就离开了 就死了 那么这个神识 与他有缘 就借他这个身体 所以 坐胎的时候 是一个人 出胎的时候 又是一个人 这个人的时候 没有坐胎这个苦 所以 我们将借身 借他这个身体 这个小孩的身体 他来了 也是跟这个父母有缘 也跟前面这个神识 坐胎这个神识 也有缘 借他这个身体 那么这个小孩出师 他会感觉到 他原来是个大人 怎么一下变成小孩 虽然清楚 他下单了 才不敢讲 可是他清清楚楚 明明白本 能记得前世的事情 记得很清楚 受身同意 这叫受不知报 报不知受受 心不知受 受不知心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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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